这是2023年的10月21日的新浪热搜榜一 说这个学生啊对老师啊有两次锁猴 嘿锁猴了 锁猴应该是这个啊 类似于这个巴西柔术里的裸脚吧 只要是胳膊一搭到你这里你就完了 是吧裸脚 啊多厉害的就是不管多弱的这个对手 只要锁上强者的这个猴不完了 你一下就交代昏厥过去 缺氧吗 发生在浙江啊 学生呢拿着手机上课玩游戏 老师呢发现后呢把他这个啊 手机呢要没收 没收以后呢 他就两次有这个锁猴的动作 看看这些个伟大的有思想家们怎么说啊 上了官媒又上了榜一啊 评论这学生叫家长领回去吧 老师也是相当克制了本身出于职业素养得管这事 最要是女老师这孩子可怎么管 给学生退学开除吧 暴力倾向需要执法机关的强制干预 学生家长老师当这么多人的面抢我孩子的手机 吓到我孩子了 回家抑郁了 赔钱啊 你让他玩考不上学习拧螺丝 管了还挨骂 如果是老师还手 是不是要把老师开除 其实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 我觉得最主要是父母 就父母这一战 如果做不好的话 真的是这个大问题了 依靠老师的力量 老师只能是在父母 是个接力棒 就是你孩子优秀不优秀 是在父母那里决定的第一棒 父母优秀不优秀呢 是在社会那里给的第一棒 这个第三棒呢 才是这个到了这个老师这里 我发现呢 就是在 比如说在这个日本这个地方 他好像就是有点崇拜这种 管制型的 这种这个威权型的这个东西 看那个女王的教室 就有这个东西啊 天海又西这个女老师 演的这个女老师 就是给学生们 新到来了 新来了到报道 老师第一天来上课啊 这个老师太有名了 同学们都是这个 呃 呃 这个要熟悉 要认识第一堂课 哎呀 家长啊 校长啊 老师都来听课 所以老师能力很强 而且但是争议很大 啊 然后这个天海又戏就演的这个女王啊 叫女王的教室嘛 你看 我是王 在这里 你看这样的老师 来了 来了以后呢 就和 啊 同学们啊 这个说 我是谁谁谁 认识一下 你们有什么问题来问我 学生家 灿灿灿灿灿 我有问题 老师 说你把那个 有的那个 在上个学校 把同学都逼得跳楼 啊 老师说 对啊 这个 你现在 你们知道将来社会多严峻啊 啊 社会上多险恶呀 啊 老师是爱你们的 在爱的观伙下 磨练你们的 有什么不好吗 哎呀 说这个学生们也鼓掌 家长们也鼓掌 老师们也鼓掌 校长们也鼓掌 这个东西 真的是在漂亮国 是不可想象的 这是什么玩意儿 哪有这样的 是吧 嗯 但也不能说漂亮国 也没有规训这个事 是吧 呃 演技还是挺好 比如说也一家人 周六周日去看体育比赛 参加体育活动 那也是规训的一种 养育 陪伴 啊 规训 斗士嘛 我那已经很 都已经超越规训了 高的斗士那一层了 后面才要步道啊 才要脱离 是吧 步道不能 我们的最大 还有最大问题的 就是把自己步道给孩子 我是造物者 好 这个就是日本这套东西 我是不太喜欢这套东西 是吧 因此你看那个 受日本文化影响很深的 像科聘这样的人 他就说 哎 他说我在那个美国读博士 是吧 在医院实习 那都多大盘的医生啊 那六七点钟都到医院 每天如此 到医院以后就开早会 他说这个时间根本就不是上班时间 那些个新来的医生 那些个实习医生 也都早早的到啊 开早会是什么 是把昨天的工作分享一下 他说这个实习医生啊 这个习医生最重要的心得 工作总结提高 就是这个 早晨的这个早课 哎呀 这么大盘的医生 人家漂亮国 是吧 人家这么早的到医院里 啊 说这个 都都这样干 你 你说我们这个学校的学生吧 哎 说七点钟上课太早了 赶上八点钟 八点钟说上课还是早 太辛苦了 赶上九点吧 但是这样哪行啊 而且啊 他那个意思就是 还可以允许老师替发学生 啊 这个才对 你看他受了那个文化影响啊 那个科匹 当然也挺优秀的 人家科匹啊 赖赖啊 就是 我也我也不知道 大家知道不知道 那个对手始终压他一头的 那个民调始终比他高的 都很深 很深的受了这种儒教的这种 这种影响啊 两个孩子 三个 等于两个孩子 三个男孩吧 科匹的一个男孩 那个赖两个男孩 全是 应该是留美博士吧 科匹的可能是留日博士 优秀啊 啊 确实优秀 他也可以适应这个漂亮国 日本的这种高强度竞争啊 人家都适合呀 那厉害吧 呃 但是我觉得 虽然我刚才说 像这个玩意儿 在 呃 呃 在哪里 在这个 漂亮国不多 但是我相信那些个贵族学校 可能有这个类似的东西 是吧 不能打你体罚总行吧 是吧 就像那个军队那里一样 啊 跑步 呃 要你去跑 是吧 我觉得还是可以允许这个东西 啊 将来比如说贵族学校 精英学校 他可能就有这个 啊 你这个公立学校 普通人的学校 那可能就不能有这个 啊 有这个就不得了 别说你有这种 呃 肢体上的东西了 是吧 嗯 那说到我们这里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是向左 左也过度 向右 右也过度 找不到边界 中庸可不是说 活稀泥 是吧 有老师解释 说中庸 不是活稀泥的意思 我认 我接受这种解释 中庸就是博弈 对吧 你不能这个 过界 你任何的一种倾向 都不要过界 但是任何的倾向的 都允许你存在 但你不要过界就好了 我们这里等于是什么呢 这个孩子给老师两次锁喉 这是什么呢 你说他是自由 泛滥 啊 你说他是所谓的反暴力泛滥 还是暴力泛滥 这些个信号在这里都有 啊 是放任泛滥 啊 还是这个压制泛滥 都有 这个就麻烦 是吧 他什么都过界 啊 你现在你要说 他这里没什么 他什么都有 啊 他不是说没什么 他是什么都多 你说什么都多 好像我们有冲 不匮乏 他有极度的匮乏 那就是精神分裂了 啊 一群精神病 是吧 看起来什么都多 要是匮乏 那不精神分裂吗 什么什么都匮乏 谢谢大家 啊 还是我说的刚才那个逻辑链条 是吧 这个 第一 第一棒呢 原来是家长 家长这一棒 做好了 叫给老师去处理学生 你是获取病 你是飞天 飞飞飞 飞将军 李广 都可以 说两个人带病打仗吗 一个就是吃酒 呃 吃肉喝酒 就是哥们哥们兄弟 是吧 亲户一家 天天称兄道弟 哎呀 脏乎乎落轰轰 他这个军营管理的 大胜上 啊 一个说军纪严明 哎呀 这个天一黑就熄灯 早点睡觉 不要去扰民 说话军 军纪 哎呀 说窗明瓦静 到处干净整洁 打胜仗 一样的打胜仗 啊 那你如果这个 允许这种多元的存在呢 就有人呢 说有钱人 他就愿意让孩子 在这种约束下 长大呀 啊 那就你 那就你 他又不违法法律 那你就把有钱 你就把你孩子送到这样学校 有些反对这个 说这个不行啊 是吧 不适合孩子天性成长啊 哎 说我们这个学校就随便 啊 放任 我们这里是鼓吹的放任 我想一样也可以有优秀的人才呀 哪种情况都都不是这种情况 那这居中是什么 就是公立学校吗 啊 中规中矩 是吧 既不强调放任 啊 也不强调管束 也不强调管束 中规中矩的 这三种情况都比这种情况好 啊 我们就说 公立学校是最好 是吧 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啊 追求放任的 和追求管束的 都是贵族学校 啊 那你这个 公立学校就是花钱 没不花钱 呃 但就没有这些个特性 当然质量 也不一定太差 但是在有的地方是相反 他是超好 超级超级好 但是他再好 啊 他号称的 号称的他那个什么 美式教育了 什么这个放任教育了 什么约束教育 还花很多钱 他也没有功力好 但是再好 他也实现不了 人家的那种 啊 状态 啊 就是你所有的形式的存在 都是 一种异化 啊 第一棒是家长 家长搞好了这个孩子 第二棒才到老师那里 你第一棒老师这里搞 家长这里搞不好 你怎么弄老师那里弄不了 可是家长这一棒 谁给他的呢 就是社会 是吧 社会塑造了家庭 家长的人格 是吧 社会这一棒叫不好 你家长你也白搭了 没有意义了